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防网易新闻首页的系列课程 然后上节课给大家讲了一下如何使用我们那个SwiftT JSON来处理我们的数据 然后呢,这节课我会给大家讲解如何把我们写在wheel controller里面的tablewheel的delegate和datasource独立出去 然后以减小我们这个wheel controller的体积 然后也让controller负责更少的事情 这样便于代码的维护 然后我们还是打开我们之前的工程 然后呢,我对那个我们昨天课程中涉及到的那个数据处理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使用了这个array value 然后string value的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非optional的值 就是说如果它为空的情况下 我们的array value会返回一个空数组 我们的string value呢会返回一个空字复串 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这个返回不再有optional的值 这样我们就又简化了那个使用optional bonding的这个次数 然后使我们的代码更加的精简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部分的代码 如果对这个swifty json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github去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然后学习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如何把我们这个table wheel的delegate 应该说是datasource这一部分代码独立出去 然后以减小我们这个controller的体积 同样也减少它所负责的事情 让代码更便于维护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先建立一个文件 然后计成字object 然后一个swift文件 然后呢名字我们就叫做table wheel protocol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方法里面 实现我们的protocol的datasource 然后我们让它首先要实现uitable wheel uitable wheel的datasource ok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之前的那一部分代码 先复制到这个里面去 大概就是这三个方法 我们复制过去 哦稍等错了 我们要先直接这样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是少很多东西的 然后我们这个news array 然后还有这个数据源这些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一部分代码拿过来 嗯我们首先先将我们的这一部分代码 因为这是必须要使用的 我们声明在我们的类外面 这样我们整个文件都可以使用我们声明的这样的方法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回这个cell snap已经没有错误提示了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这个数据源 然后数据源呢我们也从这个地方把它拿过来 嗯news array 我们把它声明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news array我们一会儿会从controller里面给它进行复制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回我们这个地方就已经没有错误提示了 我们接下来需要修改我们的willcontroller这一部分的代码 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一个变量 用来保存我们的这个tablewilldelegate 然后我们直接起名叫tablewillprotocol 然后呢它的类型是我们刚才建立的这个tablewillprotocol的类型 然后是一个optional的值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在 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已经把news array从我们这个数据里面移出去了 然后这一部分的delegate的代码我们就已经可以删掉了 然后只留下我们的我们那个scrollwill的delegate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当数据请求成功了以后 然后呢我们也拿到了这个jsonarray以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初始化我们tablewill的delegate 或者这样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private里面加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叫做 setup tablewillwill data 然后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进行这个处理 然后呢我们这个方法要接受一个nsarray的一个参数 这个叫就叫array吧 然后它是一个nsarray的参数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干几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给我们的self.tablewillprotocol复制 然后我们要新建一个protocol 然后呢第二部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然后呢第二部分为什么依然有报错 这个地方应该是大写 然后呢第二步我们给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方法 应该还是方法明写错了 ok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件事情 是给我们这个tablewill里面的 那个datasource的属性来复制 然后呢里面我们记得还叫什么吧 叫newsarray 然后呢它要等于我们的这个array 我们这个array声明称optional 这样我们的tablewill的这个protocol就设置完毕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之前的一些代码挪动到它里面去 我们tablewill的delegate和datasource的设置 之前放到了什么地方呢 哦在这呢 我们要把这两句代码移出去 我们把它移动到这个地方 然后让我们的self.tablewill然后让它的delegate设置成我们的这个 然后同样的我们的datasource也设置成我们的这个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对然后我们还要对我们这个地方再进行一下小修改 让它实现uitablewill的delegate 这个地方改成再实现一个delegate ok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呃我们这块还是声明一个let 然后直接在这儿调用我们的setuptablewilldata 然后直接传我们这个newsarray进去 这个地方呢再 ok目测了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报错 然后这个地方的我们就可以删掉了 ok没有报错了 我们可以尝试跑一下我们的代码看一下效果 ok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没有任何问题和我们之前写的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就说明我们的重构是成功的 它并没有对我们的代码造成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这节课呢给大家讲述了一下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新建的一个类 然后让这个类去实现我们这两个datasource的协议和这个delegate的协议 然后用它呢来代替我们这个tablewillcontroller 我们精简以后的controller呢就会有很少量的代码 然后它只负责我们页面subwill的初始化 然后以及数据方法的调用 然后以及一些动画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tablewill的这个数据的组织 然后它并不再负责来执行我们这种tablewilldelegate 或者datasource这样大部头的代码 然后它还可以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样小的汇掉函数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部分内容 我们可以把这个getdatefromserver这一部分的代码 也拿到独立的类中去进行 但是由于这个我们课程的限制 这一部分呢我就不再给大家讲了 然后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只需要再建立一个model层 然后用来处理我们的所有的网络请求 但由于我们这门课 然后只有一个网络请求 所以我就不把它单独拿出去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再用一个单独的类来处理这个网络请求 我们这个又可以减少一部分willcontroller的代码 然后呢我们这willcontroller的代码就变得更加的精简 然后大家修改起来 然后还有看起来也都会很方便 OK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整个的课程就都结束了 我们所有代码部分以及理论部分的所有的知识点 也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然后呢我还剩最后一节课 在最后一节课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些总结 OK我是Winsky 谢谢大家关注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